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无论在认光网上或者你手上的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逢 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照你们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志 一个人的生命 要活得有意义 基督徒的生活 要讨神的喜悦 明白神的旨意 特别是他创造人的用意 他救赎人类的目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很多时候 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旨意 特别是讲到 他的主权 他的预定 他的简算 我好像觉得 摸不着 策不头 的确实有一些的部分 是我们人有限的理性 没有办法 完全想得通 但不等于我们不去想 不等于我们不去学习 特别是 因为神已经看出 我们的软弱 他将关乎神主权的 这些真理 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 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 他旨意的奥秘 他不告诉我们 我们的确是很难去拆头 但他已经告诉我们 因为他不要我们 想到神的预定 因为不明白他的美意 觉得神太过霸道 神太过专权 太过不讲道理 有人就去抗拒 他没有条件简选的教育 事实上 神简选 神简选犹太人 很多中国人 曾经问这个 我听过很多人 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简选犹太人 不简选中国人 中国人更聪明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恩赐和严厉 向所有人 都是一样的 无论在犹太人 是外邦 神的恩赐和严厉 都是一样的 不单是这样的 他按恩典的简算 他是按着恩典来简算 所以换句话说 你和我都不配得 任何一个被简算的人 都不配得 整个的 神对 对神主权的谈徒 我们看到 狼话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整个的 对神主权的谈徒 最后指出 神这样做 是要 怜悯所有的人 因为所有人 都需要他的怜悯 你和我 中国人 美国人 犹太人 外邦 都需要 神的怜悯 他的计划 他的安排 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思维 有些地方 的确是我们 不能够完全去明白 但是 不是违反理性 我们的信仰 不是反理性 我们的信仰 不是埋没理性 神的恩 神伟大的恩典 和怜信 不单是引发我们 去清重 去赞美他 也要激发你和我 激发我们 特别是蒙恩的 我们要信靠 我们要信服 来去回应 因为万有 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万有 都是本于他 从他那里来 是靠着他 我们今天能够存留 我们要归于他 我们要照着他 为我们所定的目标 Erik Feldman是世界圣经翻译中心的总裁 他曾经是《慕迪月刊》的编辑 在1986年1月的《慕迪月刊》里面 他写了一篇他自己的见证 是说到在80年初 刚刚中国开放 有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的时候 他要去中国 他逃经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去到香港的时候 有人接触他 邀请他去见一个 刚刚在中国被监狱里面放出来的基督徒 他知道那帮人在做的是什么 他是把圣经在歌材里偷运进入中国 所以他知道他进入中国 那些人一定会要求他 也不知是抑制他 把一些圣经带到中国 但他自己心里有很多的犹豫 他心里有很多的顾虑 因为他有一些商业上的来往 他尝试用很多不同的理由 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诸如此类 他掩饰他自己心里面的恐惧 但他仍然是去了 他的朋友带他去到香港 走过一条扎行 去到二楼 他在一个很小的单位 一个unit里面 开门给他的是一个 大概60岁的中国人 他的笑容非常灿烂 但他的腰已经弯到 你不能够想象 他邀请他去坐下之后 有一个女士 大概也是60岁左右 拿茶出来给他们喝 然后他观察他看到这两个60多岁的人 他的举手投足 他的眉内眼 他是非常之恩爱 他有点奇怪 他就一直在望 他的朋友都注意到 他就不问他 就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是新婚 这两个人是新婚 然后他就跟他说他的见证 他们是1949年订婚的 就是在他们分礼彩牌的那一天 当时那个男的 那个弟兄 是在金陵神学院 就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 就是在他们分礼彩牌的那一天 政府来没收神学院 把所有神学生送去奴改营 接着来三十年 每年这个准新娘 已经准备好结婚的 这个准新娘 可以去探他的美婚夫一次 每一次探完之后 那个奴改营的主管 就会叫那个人来 跟他说 你只要背弃你基督教的信仰 你就可以回去娶老婆 你就可以回去成家立室 但是每一次这个人都说 No 每一次他都拒绝背弃他的信仰 三十年来 在怒改营里面的怒改 真的怒动过去法改革 令到他身体失去健康 没办法跟家人在一起 没办法跟他所爱的美婚妻在一起 Eric Feldman觉得很奇怪 他很震惊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长期 不是一次两次 不是一时血气冲动 三十年来 他问他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 他说 如果你想想 All that Jesus have done for me 所有耶稣为我所做的事 我怎么能够出卖他 所有耶稣为我所做的事 我怎么能够出卖他 Eric Feldman 自己写 经过这样的之后 他跟那些人说 你尽量塞我的行李 塞几多本圣经就塞几多本圣经 他说我那晚完全没有 因为担心去失眠 就是将神要他带去的圣经 就带了进去 也都在神的特别的安排下 没有人去检查他的行李 第一兄姐妹 第一兄姐妹 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没有真的知道 All that Jesus has done for you 神已经为我们做了的 是有几多 是有几大 我们有没有 因为这样的知识 因为这样的认知 而被改变 本来不敢去做的 我们也愿意去做 乐意去做 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习 对生理对教育的形式 在前面 诺书1到11章 我们看到人的罪 讲到基督的救赎 讲到圣灵使人成性 讲到父神的主权 我们讲到前面四个S sin, salvation, sanctification, sovereignty 讲到人的罪事 所以我们的救赎 圣灵使我们神圣 父神的主权 究竟这些真理 这些教义 这些知识 知识好像与生命相对立 不是对立 但知识是帮助我们 更加知道 如何去活出来 活出来神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你和我今天要怎么将这些知识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愿荣耀归给神 直到永远的心意 要转化成为行动 这个的心愿 要成为一个具体的行动 透过我们身体的奉献 实践神在你和我身上的旨意 引进第五个的S 人对神的示范 人对神的摆上 求神帮助我们 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中 差不多是聖地下来 三章几句的圣经 都是讲到 怎样去形容 怎样将神的华语 神的真理 应用在你和我的生命里 我们的生活里面 十二章一开始 保罗说 所有的弟兄们 我凭着神的怜悯 劝你们 将你们的身体 献上做祭物 献上做祭物 这个祭物是活的 是生别的 是神所喜欢的 所以就是说 保罗是根据上文 有人说是 辞一到十一章 所有的教议 特别是回应神 出于怜悯的预定 在第九第十十一章里所说 因为有这样的真理 因为我们已经 形知神已经教导我们 启示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回应 前面那些蒙神简 选被基督救赎 因为信耶稣 而成为神的乙女 他和保罗是 主内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当中 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保罗对我们说 他要劝我们 他劝我们 要将身体献上做祭物 严格来说 他不是重复在第六章 所有的命令 在第六章已经说了 要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异的 稀具献给神 那是一个命令 虽然那个命令 仍然是神对信徒的心意 是基督徒我们要过 成性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保罗在这里 说到这里 他改换了他的口气 他不是命令 他不是吩咐我们 要这样做 他劝我们 他劝我们去这样做 因为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详 神更加愿意的 是你和我 因为受到神的爱的感动 因为被神的恩的激发 我们是甘心乐意 将自己献给神 在救护的祭物里面 有甘心祭 神要我们的 不是按着循规道具 因为有这样的规条 所以你要献上 神告诉我们 因着祂的慈悲 因着祂已经为我们所做的 这么多的事 我们怎样的回应 我们怎样的将自己献给神 将身体献上做祭物 你和旧约的献制不同 不是遵守条例 遵守律例 例如什么时候 七七节 祝彭节 什么时候 熟罪日 就要做什么 不是循规道 不是按照 遵守律例去做 而是心被恩感 是因为心被恩感 所以有这样的回应 也不再是将身外之物 将那些牛羊 这些的祭生 献上 那是将我们自己的身体 献上 将我们自己的身体 献上 完全归于神 他形容到 这样的祭物 是活的 是性别的 是神所喜欢的 活的就是说 这个祭物不是 用来代死负罪的 那种祭生 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罪 没有瑕疵 可以成为 神所接纳的祭物 只有神指耶稣 是无瑕疵 无天乌的告语 而且 他已经献了 一切 一次 永远的负罪制 永远有功效 算是二千年前 二千几年前 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这个负罪的工作 仍然 今天对你 对我 仍然是有效 你和我 不需要再献 天祭负罪 神拯救我们 是要叫我们 得生命 神不是要我们 死 神是要我们 活 神是要我们 活 主耶稣 我来 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更丰盛 不一样的 我们被改变的 是我们是为了 一个新的目标 我们是按着 一个新的原则 来的去活 我们经历到 靠主而活 我们就可以活得 更加丰盛 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认知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 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 直套 向着什么标杆 不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定很多的人生目标 人生计划 是向着神为你为我所定的标杆 直套 因为我们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我们更加体重的是天上的事 我们思念天上的事 渴慕天上的事 永世的奖赏 让我们能够兴看地上的财物 地上的向落 就好像Erik Feldman所见到 在香港遇到那个中国的基督徒 就好像Erik Feldman自己 当他真的看到的时候 他的生命被改变 他的追求的事被改变 他愿意甘愿为主受负 总言的确是有危险 如果被中国政府赚到 我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他说 That's okay 如果这个是神要我做的 我就去做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在你和我 你和我的生活里面 今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没有显出我们的生命 已经被基督復活的大能翻转 我们有没有见证 祂是活着的 因为祂活着 所以我和你可以为祂而活 可以靠着祂而活 圣经指出 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 指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性 原文里面是一个 完成式的一个动词 得以成性 perfect passive purpose 是神已经将我们成性 我们全人 已经被神分别为成 所以当我们献上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祭物 是性别的 是被神分别为成 分别出来的 是尊为神所用 在圣经里面 讲到圣结的时候 更加重要的一个观点 不是说那句 是Holy前面 上面有个气露 有个圈 而是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 为尊为祂所用 神对子民的心意 和吩咐没有改变 但是神提供给基督徒 一个新的动力 一个新的motivation 去将自己献给神 就是被神的慈爱感动 不是按着 规矩守律法 这样的心态 就是被神的慈爱感动 献上自己 做一个信命的老婆 将肢体献给义作老婆 以至于成性 就是藉着住在我们里头的 我们心里的性命 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神要我们活 神要我们做一个活的祭物 我们落实的活出 我们是圣结的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存着这样的心态 献上的祭物 是神所喜悦 就好像 圣经讲到 另一个神所喜悦的灵祭 比特前书告诉我们 主耶稣乃是活石 是被神拣损 是所宝贵的 而我们来到主的面子 也都好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作 圣结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越纳的灵祭 神所喜悦的奉献 是效法神之耶稣 出于神的爱 追对神的爱和信服 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 耶稣他没有罪 他没有需要去献祭 他没有需要去献上自己 但是因为他爱神的缘 因为神的心意 得以成全的缘故 因为他信服神的缘故 他将自己完全的摆上 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按住神对教会 我们都是 按住神对教会群体的旨意 神对教会的蓝图 我们被建造 我们被建造成为神 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要做一个圣结的祭祟 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 做祭司 祭司就是要服侍神 我要做祭司要服侍神 这样的侍奉 是神所喜悦的 保罗选择不是吩咐 而是劝道 劝同为神而女的信徒 劝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在你身边跟你说话 他在你身边来到去鼓励我们 他以身作词来到引导我们 因为他自己深深的体会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 因为保罗在想 保罗叫你和我要想 我们不单止是走 那些知识我们要去想 究竟what does it mean 既然神已经告诉我 是这样 对你对我的生命 有什么意义 你对我要怎么去回应 我们要想 一个人既看众人死 众人就死了 只要他看众人死 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 叫你和我这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神要我们活 但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有一个新的原則 但是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要 所以我们都要想 我们都要回应 我们都要回应神的慈悲和怜悯 存着感恩的心 那个乡神是活着的生活 将己身作祭物 献给神 将我自己的身体 当作祭物献给神 将基督为人成就的救赎 圣灵使人 成圣的工作 神在信徒生命中的主权 都活现出来 主耶稣说 祂将我们留下来 做祂的见证人 就是要将这个新的生命 将它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活现出来 是活出来的 We need to live it out 不单是我们得着 我们不单是领受 要将它显明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样的祭物是活的 是生别的 是神所喜欢的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师父 也在生意本有括号 理所当然的师父 或者亦做 宿令的见拜 保罗告诉我们 当你和我真是想 今天第一节目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对新的Generation 特别的 对年轻一点的Generation 一个很大的忧虑 很少人去想 现在的传媒 现在的他们的 甚至是学习风格 很多的刺激 很多的感官 观角色 但没有时间 让他们想 这些事情发生 很快 加上我们需要想 我们今天需要 兴起更多会想的人 会思想的人 保罗说 你们思想 神的慈爱和怜悯 你们思想 神子的顺服和牺牲 你们去想 圣灵 已经在我们生命中 的劝勉和激励 你用你的理智 做一个逻辑推理的话 你就会得出一个 理所当然的结果 理所当然的字 原文就是logical 是合逻辑的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理当 把自己的身体 献上被神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 成就这么多 因为他已经 买熟了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主权 就是属于他 我们要 全人事奉 那位拥有 我生命主权的 主宰 当我们信耶稣 我们接受他 是我们的住在 生命的住在 The Lord of my life 我们全心爱 那位 为我 舍命 牺牲的 救主 他流出 他的补血 洗净我的 罪 所以我要全力的 去为他 另一方面 就好像 生命本 翻译 圣经指出 理所当然的事 都可以翻译 做 属灵的 敬拜 你看看 好像差很远 因为那个 logical 那个字 其实是 有一个 可以翻译 做 属灵的意思 它有一个例子 在比多前书 第二章 说到我们要 渴慕 纯正 爱慕 纯正的 灵赖 那个灵字 就是那个 spiritual milk 那不是 渴慕 理所当然的赖 是渴慕 灵赖 就是那个 的字 所以 他说到 理所当然的事 也是一个 属灵的 一个的事 所以 对象中的翻译 翻译 就是心神的事 是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灵 是用灵星上面的 服事 词人大卫 也都这么说 他说 谁能够登要华的山 谁能够站在他的圣索 就是守洁 心清不向去望 起誓 不坏 鬼诈的人 神要的敬拜者 神要的 worshipper 神今天在这儿寻找 worshipper 不仅是人的敬拜 不是那些的活动 不是那些的行动 而是那些 以心灵圣实去敬拜他的人 我们必须是表里一致的 不仅是心里面 没有虚妄 没有诡诈 而且是守洁的 不仅是心清 是守洁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行为上 敬拜 不是仅是天早上的事情 不仅是天早上的事情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有生有活的路 所以我们就要靠着耶稣 以中赞为祭 献给神 这个是神所欲给神 我们要靠着耶稣 以中赞 献为祭 献给神 但是保禄 就是比得 sorry 希伯罗斯作者同时提醒我们 只是不可以忘记 行善和捐书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 我们要献上 宿灵的敬拜 我们要献上 宿灵的祭 同时 我们不可以忘记 要 透过 具体的行动 去传扬神的爱 我们要 去回应神的 联敏神的慈悲 来到去献祭 来到去敬拜 来到去中赞 我们同时 要以行动 来到去传扬神的爱 这个是神所欲给的 以敬拜 为侍奉 是你所当的 用敬拜 做侍奉 是你所当的 因为敬拜本身 就是侍奉 敬拜本身 就是侍奉 而我们的侍奉 第一次 我们的侍奉 必须是出于敬拜的心 我们的所有的侍奉 都要是 传注敬拜的心 什么是敬拜的心 尊神为大 尊神为大 以神为中心 我们的敬拜 以神为中心 我们的敬拜 将神高举起来 我们的敬拜 以行动表明 祂是配得 我们的奉献 祂是配得 我星期日早上 不睡觉 早点 九点半来到 来到教会里面 一起去敬拜 He is worthy 敬拜那字本身 就是worship 就是worship 祂是配得 我们向西人宣告 我们的神是配得 我们的师父同样的 是向西人宣告 我们的神是配得 我这样的拜祥 真正敬拜的人 是以灵 以真理敬拜 神 父征寻找 这样敬拜 他们的 你在圣经里面 很少找到 神寻找什么 但是 主耶稣告诉我们 神在 父神在寻找 寻找敬拜 的人 worshipers 是这样敬拜 以真神 以心灵 以诚实 是理性 灵性 并众的 William Temple 是Canterbury的 Arcbishop 他曾经有 这样说 他说到敬拜 敬拜是 让神的圣洁 苏醒人的良知 是以 神的真理 慰养人的心智 用神的美丽 取代人的幻想 人自己的imagination 让神的爱 闯开人的心悲 而我们的活影 就是奉献人的意志 去成全神的知 Freelance 翻译 可能 英文打开 给你们自己看 敬拜 是神 骚醒我们的良知 我们看到 神的圣洁 在敬拜当中 我们去 思念神 是怎么样的 为神 Who He is 祂的atributes 用祂的真理 用祂的华语 透过读经 透过讲道 来威养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看到神的美丽 不是祂自己想象一些 我们要追求的幻想 让祂的爱 闯开我们的心悲 让我们对祂的爱 回应 Devote us 将我们的意志 到头身 在成全祂的旨意 你和我要实行 几身作祭物 敬拜作侍奉 一个具体的方法 普罗话给我们听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反而要藉着心意更新 让自己被改变过来 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更加贴切的翻译是 不要被这个世代 塑造成为 相同模样的一个模样 相同形状的一个模样 Do not be conformed 保罗提醒我们 不要再继续 给世界的潮流文化 将你去 好像squeeze into一个的模 模出来就像Cookie Cutter 每个人出来都是一模一样 每个都是按着 作出世界的潮流来 Salesforce Ja 保罗话在这次所书提醒我们 你行使为人 徐从今世的风度 服众 服服服 会服 Ad 色情 勿 admit 那些是我们信主之前 那些是未信主 没有 耶稣 在他们生命中的 他们 这样的做法 是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王 操中的思潮 和价值观 充斥 他们的思想 不要 徐从今世的风向 就是给世界的一些潮流文化 一些思潮 一些价值观 来主导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仍然有面对 这个危险 有面对这个试探 这个例子 有些似乎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在坐在电视机面前 你看广告的时候 它就在影响你的思潮 一些价值观 它就告诉你 You are worthy 你是值得去买这个东西 买那个东西 享受这些东西 每一天要换身车之类之类 小孩子要买100元的波鞋 它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思潮 但是圣经告诉你 我们信主之前是这样 我们信主之前是没有 好像一个奴隶 没有选择的去随从 去信服 因为那是世界的王 在影响在操纵着我们 但是今天 我们已经不再是这样 今天耶稣基督 已经买熟我们 已经释放了我们 他叫我们成为国民 我们是要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等候着 耶稣的再来 我们的思想的事情 是天上的事 再不是地上的事 我们是要作祭司 归于神 你和我就要侍奉 我们要侍奉神 要从心里面 我们的信仰来服侍住 因为要藉着心意更新 让自己被改变过来 都是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要信服 我们要配合 我们要让神 从我们内心的五性 被更新 我们的五性被更新 我们的思维被改变过来 我们对世事 一个新的领悟 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 一个新的意义架构底下 我们去分析 我们所见到的事情 我们去解读 我们所面对的情况 就会做出 和以前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我们仍然是 面对这样的生活 我们和信主之前的 不是不信主的人 我们面对同样 在生活上面 工作上面 家庭里面 都有这些问题 但我们怎样的回应 它要因为我们是 我们已经educated by 我们是被圣灵的引导 被神的话语 神的原则来影响我们 以至我们全人被改变过来 我们的生活形态 就会有变化 变化这个字 原文就是metamorphosis 我说很多人 在内边或对边 我听到很多不同的道法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metamorphosis 好像一条毛虫 可以变成一只蝴蝶 是从女到外 完全被更新过来 因为神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以国 都变成新的了 是从女到外 完全的改变 神吩咐信徒 不要继续被世界 反而要将自己献上 让神来到去更新改变 我们去重建我们的生命 神有一个目的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 你和我可以 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 是蒙他气月纳 和完全的事 察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我们经过试验 经过测验去认可 test and approve 我们自己要去试一下那些 然后才可以 真实的 确实的 知道是真的 是可靠的 神要我们知道的旨意 都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成为圣结 圆变形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行事 所以圣经讲 在罗马书前面已经讲了 有他人从律法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在头脑上他们都晓得 保罗里都见证 当他在外邦人当中 传福音的时候 特别像以一所的长老他这样说 他见证说 我神的旨意 我没有一样被误传给你们 我们是有神的旨意在 我们是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一个藉着重生的 藉着已经被圣灵更生的基督徒 我们不单止要运用被更生了的悟性 我们去分析 我们去解读 我们去interpret圣经 神给我们有这个capacity 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圣灵内住在外里面 圣灵的恩膏要引动我们进入真理 但我们同时要透过去遵行神的旨意 我要去test的话 我自己要去做 不只是头里面坐在这儿 去知道合不合理 这样讲对不对 这样讲是不是合文法的规则 我们自己要去行出来 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 就能够严明神旨意的本质 神本旨意的性质是美好的 神旨意是蒙他越纳的 是完全的 神安住他自己的良心的属性 所定的旨意 在道德本质上是美好的 是good 是会带造成 对全人类带来的一个好的结果 但不等于 遵行神的旨意都是容易 对我们个别来说 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不能说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 要我受苦 当然是不对 当然不是神的旨意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 若是叫你们 因行善而受苦 神有叫我们 因行善而受苦 Eric Feldman在那次 没有被中国政府捉到 但也有人 是因为这样被中国政府捉了 不可以说 那个不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好的 因为是一个 本质上面 intrinsically good 是出于神自己 神要我们 因行善而受苦 神的旨意 是用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忍耐 使你们行愿 神的旨意 我们要继续去行 因为我们要继续去遵行 就可以得到所应许 就可以得到 祂在天上 从上头来 召我来 召我来 所得的奖赏 因为神的旨意 和神永雄的计划是一致 神的旨意 就是逐步的 去达成神创造 和救赎的目的 是其中很多的 好像很多的 世界的环节 都是神采用的 都是神所喜欢的 我们也要追求 逐渐去达成神 对我个人 对我家庭 对我教会的旨意 我们连续去一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迈向神永恒旨意的 实验 我们就真的可以说 愿你的角度 早日讲 我们就真的 在这些事上 尽上我们的本分 各进其正 神运用祂主权 来定的旨意 不受任何 外在因素的影响 和呼应 所以是顺存 所以是perfect的 因为是出于神 自己是没有任何人 没有人可以 做祂的谋事 没有人可以 告诉神 你应该这样 去安排 每当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实践神的话 随从圣灵的引导 去行事为人 我们就会体验到 神的旨意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美善 确实是神所喜悦的 确实是顺存的 吸引你和我 将神的旨意 当作自己的旨意 吸引你和我 神没有吩咐我们 神是劝我们 神是吸引我们 用祂的爱 用祂的慈悲 吸引我们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神 什么叫神 自作既旨 神的旨意 成为我所追求的 神的 主耶稣的心 就是我的心 为神 民国兴望为基因 激发我们更加热切尋求 去理解 去遵行 去遵行 神的旨意 就会叫我们 在认识我们 主耶稣基督耶稣的脚趾上 不至于 限满不结果子 我们就会更加积极 我们要好好去看圣经 我们要好好去读 去祈祷 去亲近神 去知道神的旨意 因为知道神的旨意 是这么好的 是美善的 是有益主 是会带来 祂永恒的旨意的成全 有些基督徒说 我在教会里面 我可以做这些事 我去到社会里面 就很难 因为人在江湖 但我愿意告诉你们 不是我说的 是主耶稣说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doesn't apply 对基督徒来说 是不apply 不应用在我们身上 因为主耶稣已经宣告 主耶稣在祂离世之前 为我们的祷告 我不求神 我不求你 就求神 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 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主耶稣告诉你 我们不是属于世界 我们不可以继续 被世界来 去索众我们 事实上 接着他就说 你怎么猜我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神是要我们去到世上 神是要我们进入 这个社会里面 进入到这个社区里面 但是他要我们 过一个入世而不熟世的生活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在人群当中 我们才可以为他作见证 我们才可以为他传广福音 我们才可以见证 他复活的大能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在他之下 我们是在他自上 因为我们是基督 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除波逐流 我们反而要活出我们一具一动 有新生的药性 才能够做基督 耶稣復活的见证 才能够发挥信徒 在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的功用 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可以去成就 神的旨意 保罗讲到 讲完教育之后 讲到我们信徒生活的实前 首先他就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 他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 要心被恩感 将自己的身体 献上做祭物 要为主要活 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就会蒙神的越纳 这样的生活 是你和我理所当然的侍奉 也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敬拜是我们存在的基要职份 我们活着我们的传流 就是为了要敬拜神 是我们本位的侍奉 所以你和我要追求 在一切属灵 智慧悟性上面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不要说我知道少些 就是做少些 It doesn't stand before God 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透过读经 透过祷告 不单止知道 我们要好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 从心里进行神的旨意 不是被逼 不是勉强 乃是甘心 乃是乐意 乃是因为看到神的旨意 是美好的 是神所越纳的 是顺全的 我们越去这样遵徒 就越会察现到神的旨意 真的这么好 就会更加吸引我们 快跑跟着他 从今以后 不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上 度如下的降音 耶稣对他的门徒 你们既知道 这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利 圣经的真理 神的挂愿 我们信仰的教义 从来不是只要我们去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既然知道了 就要去行 就有福利 愿意和大家 彼此年来 我们一起 一起去进行 神的旨意 我们一起记得 天国 我们感谢你 你自己的永恒的计划 你自己的旨意 都向我们显明 你不是强迫我们 不是要我们以守律法的心态 来去进行 这个是 用你自己的慈悲 你才讲明 你自己的爱 你的恩 是怎样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你怎样拯救了我们 买属了我们 主权是属于你的人 叫我们心被印感 叫我们是被你的慈悲所感动 被你自己的爱所激烈 因为看到 你自己的旨意是如此微线 你的旨意是如此远存 我们愿意毁身 我们愿意 devolte ourselves 去祝福利 去成全你的旨意 将你自己的角度 带到你的地上 将你的荣耀 掌揚在天地之间 求主持恩 继续的引导 带领我们 教育祈祈祷 放着耶稣的祈祷 祈祷 谢谢牧师的祈祷 大家请起立 我们唱回应诗歌 维身之歌 祝福 nie 谢谢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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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